今次是第二輯episode 2 第二次開咪podcast說話 今日我們的主題就是拍婚紗相的意義 大家好 我是Kel Hello 我是阿肥 麻煩你給個招牌的笑聲 如果有幸見到阿肥 麻煩叫他給你一個招牌 講開婚紗相的意義 其實我坐在旁邊的阿肥 其實他就快要結婚 我也想聽一下以準身人的角度 阿肥你又怎樣看婚紗相的意義 我很簡單的 我覺得要將我們兩個 我和未來老婆的最重要的意義 我們最重要經常做的事 放在錄輯相裡面 我就覺得很滿足 可以是很簡單的生活法 不用浮誇好fancy的事 生活法 沒錯 我老婆是台灣人 我就在台灣上吃 麻煩你唱一首 我去唐你 我去唐妹下次表演 下次表演上來 每次去見她都會約在同一間的早餐店吃東西 久而久之就變成了我們的習慣 她都同一時間吃 一模一樣的事 這就變成了我們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我會和她去那間早餐店 很地蹲的 早餐店 我就會穿回她第一次送給我的襯衫 她當然會配少許婚紗 在門口裡用菲林拍幾張 我就覺得是我們的婚紗相 最重要是要整個表達到有我和她的意義 還有有我和她的共同 阿菲說話比較荒謬 那你拍照呢 自己拍嗎 我有朋友幫我拍 我找朋友幫我拍 好了 那說回婚紗相的意義 其實每個人都會不同的 很坦白說 那以前呢 我就會覺得 其實沒有所謂 拍什麼婚紗相 其實我就會覺得 真的 每個新人都有她自己的想法 那拍什麼都OK 現在呢 我就會多了一點點的想法 就是說 拍了七年相 那我會 我會認為 其實作為攝影師看婚紗相 我就想在每一輯相 都可以看到那對新人 他們之間的關係 嗯 那就是無論是 每個新人的性格都不盡相同 那有些性格可能比較開朗 活潑一點 那一起玩的時候都比較好動一點 動作大一點 那有些呢 可能是內斂一點 收斂一點 比較 含蓄一點的 那 那 那無論他們任何性格都好 我想在那一輯相 整個作品裡面 可以看到他們怎樣相處 可以看到他們之間的關係 那這也是我定義婚紗相 其中需要符合的元素 嗯 明白明白明白 那不如我們說一下 我們一輯我們都覺得 都有幾正的婚紗相 幾賺貴的 幾賺貴的 那 講一點點故事他們的背景 那 之前我們就拍了一輯相 就是我們在blog也有放了三個單元 一輯相就拆了三個單元 就是我們所謂的攝影特輯相中下集 那 那就是一對新人 那 就由 美國 的 美國 過來香港去拍那輯婚紗相 沒錯 那就 那輯婚紗相 其中一個 比較我們想重點說的 就是 下集就是 角色扮演cosplay 沒錯 他們扮什麼 扮LL 英雄聯盟裡面的英雄 好 OK Tripple橋 沒錯 Panda橋 厲害 平時阿肥也是說法文 很少聽到英文 因為他也是法國鄉村一個叫做 東莊 Passon Pierre的盧州都會長大 沒錯 都是喝紅酒 對 那 角色扮演有什麼特別呢 話說他們相識就是因為LOL 他們各自住在美國的不同省份 因為有一個比賽 LOL的比賽 而大家去看比賽認識 美國的那個比賽很厲害 不只紅館也錯過了嗎 絕對是 因為其實都說 拆開一點點話題 因為這隻遊戲 可能很多朋友都有玩過 這隻遊戲 因為其實是 暫時來說 都是全球最大的一個電競遊戲 那這隻遊戲 也有很多年歷史 至少九年十年 有了 那美國的那些 那些叫做電競業 那些比賽是可以誇張到 比香港紅館大 可能五倍十倍 那參加人數是可以很多很多 那所以呢 就在茫茫人海裡面 他們都竟然坐在旁邊 而相識了 沒錯 而且是挺有趣的 是因為那個新郎哥 那天 就沒有吃東西 不知道是專程還是 還是 真的 就坐在美女旁邊 然後呢 就問 見到新娘子 就拿著薯條 吃著那個MG 厚著面皮 厚著面皮 厚著薯條 跟厚著人 沒錯 OK 那接著就開口 就問他 可不可以讓他吃一條薯條 就開始結緣了 這樣就結緣了 是的 那接著呢 就 認識了之後 他們因為這個遊戲而相識 所以他們 都選 因為其中呢 其實他們 男生都是香港人 只不過他們在美國生活 那麼他們都選回香港 因為其實在很多香港人眼中 香港就未必是很特別的地方 但是在外國人眼中 香港其實都很中西 就很特別 沒錯 所以他們就選了香港這個地方 去做他們其中一輯婚紗照 那麼這個婚紗照 就裡面其中 就是有一個元素 就是他們會穿回AOL 其中的角色 鞭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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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考我 其中呢 其中新娘子 那套服裝 如果大家有看過的照片 大家猜猜 那他其實是穿著 Annie 那隻熊人 那隻大絕 召喚出來的熊人 可以stun人 我們叫他R熊 R熊 R熊 那男士那隻 就叫Earth 好像那隻都還未出過市場 是一個 AOL搞出來的 一個promotion 的campaign 是 那他們倆 就穿著各自喜愛的 英雄衣 然後就在鯉魚門那裡 一直去拍攝 藍球場 還有攤檔 小店 一路煞進去石礦場 拍攝一些郊區 草地 最重要是拍攝當日 其實也有很多人 在鯉魚門那裡 但是他們穿著一件 酷的衣服 他們完全不尷尬 是啊 他們很享受這些 一例就好像我這樣 外國大 我是比較放一點 沒錯 我都是大溪地大開的 那個青蹄子 青蹄子走 是嗎 OK 二來其實因為他們穿著他們自己那套喜歡的衣服 而這套衣服他又覺得很有意義 那在過程中他們投入了之後 其實會開始的人會放鬆 就是你享受了遊戲 投入了遊戲 其實你就會忽略了其他所謂緊張的因素 有沒有人 有沒有人看著你 鏡頭在那裡 所以在過程中其實他們都很享受 當然再加上我本身 曾經都是 你都很怕的 曾經是一個LOL的粉絲 我很怕 所以在過程中其實我帶到他們很多東西 因為我知道他們是遊戲 所以在這隻遊戲裡面一些小小的 譬如包括Jungle 包括害怕別人 害怕 害怕 不是害怕別人 OK 包括阿Cale都是那些0、15、0的那些 是啊 聽說你以前買LOL 都有一隻 我做Farmer 你做Farmer 你用開什麼角色 我用Master II Master II 都是0、0、15那些 就是小十五隻那些 都是那些Farmer Feedder Feedder OK 那我自己就 就是玩開這隻遊戲 我以前都很喜歡玩其中一個角色 叫阿Cale 我喜歡走鐘路 那有一陣子 Seon那隻遊戲很貴OP 我很喜歡玩 我可以一打四都可以 那些是很誇張 那 以前曾經我自己也有玩過這隻遊戲 是的 那已經是LV80了 已經去到 LV35了 LV35了 LV35滿了很久 是的 沒錯 所以在拍攝裏面 都可以帶到很多想法和畫面給他們 嗯 一個互動 大家都 沒錯 你給他一些東西 沒錯 沒錯 對了 好 好 沒話說 沒話說 那就差不多了 是啊 那今天 好了 今天也說到差不多了 沒錯 最後我們想給一些新人提示 就是 其實婚紗相 嘩 嘩 他的聲音都入了 大家聽一下 好 讓我近一點 扮演鄭子誠 其實拍婚紗相 最重要是 除了漂亮之外 不妨可以想一下 會不會有些 和你們兩個之間 有一些關係 一些connection的元素 可以是地點 可以像這對新人 是一個遊戲 也可以是一個 一些興趣 那 將這些元素 帶入你們的婚紗相 裡面 就會令到你們 就會更加多回憶 還有 令到這輯婚紗相 更加是你們 這個很重要 沒錯 好 說到最後 我們都照舊 有個Ending 我們幾實與為美 不如阿斐妮交給你 那就 LL 殺到飛起 OK 好 今天就說到這裡 再見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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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